马尔谷福音 马尔谷福音第一章 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正如先知伊撒伊亚书上记载的 看 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预备你的道路 旷野中有呼号着的声音 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 修职他的途径 习者若汉便在旷野里出现 宣讲悔改的习礼 为得罪之设 犹太全帝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 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习 若汉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 腰间竖的是皮带 吃的是蝗虫与野蜜 他宣告说 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 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 我以水洗你们 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 在那些日子里 耶稣由加里雷亚 纳扎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若汉的洗 他刚从水里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 又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因你而喜悦 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里四十天之久 受撒旦的试探 与野兽在一起 并由天使服侍他 若汉被监禁后 耶稣来到加里雷亚 宣讲天主的福音 说 时期已满 天主的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 信从福音吧 当耶稣沿着加里雷亚海行走时 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雷 在海里撒网 他们原是渔夫 耶稣向他们说 来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 他们便立刻抛下网 跟随了他 耶稣向前行了不远 看见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 和他的弟弟若旺 正在船上修网 耶稣随即召叫他们 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 赛伯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 跟随他去了 他们进了阁法屋 一到安息日 耶稣就进入会堂教训人 人都惊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威似的 不像经师们一样 当时在他们的会堂里 正有一个赴邪魔的人 他喊叫说 那达类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竟来毁灭我们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天主的圣者 耶稣施责他说 不要作声 从他身上出去 邪魔使那人拘乱了一阵 大喊一声 就从他身上出去了 众人大为惊恶 以至彼此询问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新的教训 并具有权威 他连给邪魔出命 邪魔也听通他 他的声誉遂及传遍了 加里雷亚附近各处 他一出会堂 就同雅各伯和若旺 来到了西满和安德雷的家里 那时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 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 耶稣上前去 握住他的手 扶起他来 热症最急离开了他 他就伺候他们 到了晚上 日落之后 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 都带到他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 患各种病症的人 驱逐了许多魔鬼 并且不许魔鬼说话 因为魔鬼认识他 清晨 天还很黑 耶稣就起身出去 到荒野的地方 在那里祈祷 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 都去追寻他 找到了他 就向他说 中人都找你呢 耶稣对他们说 让我们到别处去 到临近的村镇去吧 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他随到加里雷亚各地 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 并驱逐魔鬼 有一个赖病人 来到耶稣跟前 跪下求他说 你若愿意 就能接近我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就伸手抚摸他 向他说 我愿意 你捷径了吧 赖病立时脱离了他 他就捷径了 然后 耶稣严厉警告他 立即催他走 并向他说 当心 什么也不可告诉人 但去叫司机检验你 并为你的捷径 奉献梅色所规定的 给他们当作证据 但那人一出去 便开始极力宣扬 把这事传扬开了 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进城 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 但人们却从各处到他跟前来